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个是主流文化的重建 在两个方面 一个恢复如今的主流地位 第二个是大力建设学校 在建设学校方面 唐朝是下了苦功的 建了最好的学校 建最好的学校 就能把最好的学生招进来 有了最好的学生 你就掌握了全世界的人才之高点 拿到这一点 这个国家无往不胜 别的不用争 只有傻瓜才拼命去抓钱 抓了很多 最后被人家汇率搞搞 贬值一下都没了 抓人 人比钱重要 不要眼睛老盯着钱 小鸡肚肠就是这样 眼睛就盯着钱看 抓人 你看美国做的 所有做的这些事 唐朝都做过 两个都是世界级的帝国 世界领袖的国家 大家一做都发现 占领世界至高点 要领导这个世界 在什么方面展现出来 结果你发现俗途同归 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 走到最后都一样 必须这样才能领导世界 你只有引导文化 你才能引导世界 引导文化 靠什么 高质量的学术 高质量的学术 就要靠学校去培养 学校不是用来考核出垃圾论文的地方 一个教授 一辈子写两篇论文也够了 特别是复旦的传统 复旦历史系 你们去查查 解放前到刚解放的时候 那在中国是顶尖的历史系 还没有沉沦到今天 三流都快要掉到四流去了 那时候的这些大名家 你们再去查复旦的教授 这些大名家 有几篇论文 有几本书 做制度史经济史的成熟史 差不多连论文都没有 他那本土地制度论纲 还是朱维征先生给他整理的 他死了以后给他整理 不需要论文 凭着他的学问 他就在这里立起来 就是复旦的顶梁柱 你有一堆论文的 你有几个比成熟史水平高的 周宇彤有几篇 发出来那些论文里面 你一读哈哈大笑 还好多是不堪入目的 为什么呢 普及性的东西 但是谁能否定周宇彤是中国 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经学大师 没有什么论文 这才是真学问 所以一个好的戏 要有一个好的学风 要有好的学者 要能在这里立得起来的 不要凭着那一堆垃圾论文 说我今年发了十篇二十篇 有的人更厉害 一年发四百多篇 是有的呀 最近报纸还接了好几个 几年发了几千篇 后来发现都是抄的 对吧 抄别人跟抄自己 一篇文章投了十几个地方 有十几篇的 要不然就抄别人 最后可以接出来 所以这个学校一定要办到一流 一流呢 把整个唐朝 这个影响所及的地方 所有地方的人 都吸收到唐朝来 所以唐朝的学校 是最五湖四海的 你在哪一个 你能见到的当时的所有的国家 民族都到这里留学 留学很多人 学成以后就不回去了 就留在唐朝 而唐朝的我说它开放 就使得国家的部门 都向所有人开放 没有什么民族种族的界限 你看唐朝那些将领里面 有多少是在战场上被唐朝俘虏的 俘虏以后发现这个人有本事 就当军区司令 一个大军区交给他 有多少人这个学校毕业了 突厥人 俗特人 什么人都有 好 在唐朝当官 唐朝那个官员的名单打开来 胡人比比皆是 只不过他们已经忘记他们是胡人了 所以这些胡人整天在骂别人 你这个胡人 骂得非常慷慨 他忘了自己是胡人 所以这个已经民族全融合 所以我说这两点非常重要 开放的文化 它的支撑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多元文化 开放社会 这种开放的风气 他才能把所有的人吸到这里来 所以我很想引用 上海的原市长徐匡迪 对上海讲了一句话 当时候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他提出说上海要成为 全国的人才高地 那他说什么是人才高地 如果按学历 按工程师 按这一种专业人才 在人口中的比例数 上海早就是人才高地 那还建设什么人才高地 所以他说什么叫人才高地 就是所有的人才都想到上海来 这才叫人才高地 不是一百个人里面 你有几个大学生 你有几个全是排外的 别人不能来的 不叫人才高地 所以你明白徐匡迪这句话 你去看今天美国 他就是个人才高地 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 现在都在写推荐信 准备去美国留学 为什么要往那边奔 有道理的 我不是说批评你 人才高地 大学办得好 在那个地方 你能够自己的才干发挥出来 唐太宗就这么做 做了以后把整个东方世界的人 全吸到这里 支撑着唐朝蓬勃发展 你要有一个人力资源 所以这为什么能达到这一点 我觉得一个核心问题 更核心的 什么问题呢 以德治国 一听又要哈哈大笑 有个电影 那个人整天被人家打输了 就我以德服人 所以李世民讲以德治国 历朝历代 每个人都讲以德 以德治国 但是怎么以德治国呢 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是要落到实处 我们注意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 经常在讨论国际民生 治国道理 他们的讨论 留在一部经典的著作 叫做《真观正要》 这本书一定要读 别的书可以不读 这一本书反复读 要反复读 这一部书出来以后 成为历代统治者 逼读的书 反复读的书 没有一个人不读的 你可以问任何一个领导人 谁没读过这本书 哪怕今天中国的领导人 也没有一个没读过这本书 都读的 他是对整个 从西州以来的历史 治国经验的总结 而且是均成平等的 在那边讨论 里面有一段 讲到唐厨政策 制定时候的大讨论 魏征提出 现在要以德治国 所有人都反对 而且反对人不乏 非常有学问的人 像丰德一 那是一个 以文化出名的世人宰相 他说制乱世用重点 现在是乱世 国家乱了 我们好不容易聋起来 用重点去治 让大家会害怕 才懂得服从 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 中国自从有了这句话以后 就不得了 动不动就是 自乱世用重点 自乱世用重点的表现 就是运动治国 事情多了 咱们哪一场运动 抓官杀 今天扫黄 明天扫黑 秋风扫落一样 扫过去 扫了以后就没了 风过去了 就过去了 后面就风平浪静 于是再来一个报复性反弹 黄的更黄 黑的更黑 你必须制度性的去治理 制度就不能讲 自乱世用重点 他什么罪 就该判什么刑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今天运动来了 他明明判三年的刑 你一下子加到十五年 你不能为了让他害怕 你就把整个法治给破坏了 你这法治的灰性也没了 所以风得一还是 寻着中国传统的思路 而风得一当时是得到百官的支持 所有人都支持他 大家就说 不能听魏征的 这个迂腐的书生 听他国家必败 完蛋了 乱哄哄的一个国家 好不容易统一 什么以德治国 搞乱了 最后只有唐太宗支持了魏征 魏征做一个反驳 他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你们说的是一种表象 他说我告诉你 当你最饿的时候 给你一口饭 这个饭最好吃 你最感恩 是不是 现在你都吃饱了 我再给你饭吃 你也不会对我感恩 先饿三天 饿了以后给你一口饭吃 所以呢 大乱之后 是人心失智 是大家最想要稳定 最想要社会平安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治的 就像一个人饿得要死的时候 有饭了 那马上就 人心就跟着走了 而不是现在他饿得要死 说我自乱使用重点 再抓来再一顿暴打 不对 魏征讲了一套他的道理 李世民说 好 就按魏征的办 按魏征的办 这么办 当时候李世民心里有一个数 就是说这个要 以德治国 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 所以他准备十年 十年二十年 让这个国家变成一个 有道德 有规矩的社会 贞观七年重新讨论这个事 贞观三年提出来的 唐太宗总监 他说你们看 当时就是魏征提出来 我们按他的办 才三年 今天这个社会 就成了一个德化的社会 一个这么好的社会 大大祝福他的意外 成功了呀 所以唐朝为什么三百年 长治久安 为什么经过几次大动乱 甚至安史之乱 首都陷落 皇帝给打得满街跑 最后又回来了 别人取代不了他 根基太稳 深深扎根在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德 这个德怎么体现 是不是一句空话 以德治国是要本钱的 下的本钱最大 最不想下本钱 你就自乱世用重点 抓起来先暴打 暴打成本最低 要让你心服 成本最高 是不是 这到底 我想不需要分析 不要想都能明白 那么 你看 唐太宗 以德治国体现在哪里 我就跟你说几点 一个国家大量的浪力 提出一个什么呢 藏富与民 随朝为什么败 我们讲随时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这个政府非常的高效 方向错了 把老百姓压榨干了 最后揭竿而起 好 现在我们吸取谁的教训 把这个钱留给百姓 国家不要收上来 国家收上来干什么 国家把老百姓吸空了 就做几个工程 老百姓也造反了 更何况工程没做成 最后养了一笔贪官 那更惨 怎么藏富与民 谁鼎盛的时期 人口达到六千万 是吧 户口九百万 堂平定天下 户口多少 三百到四百万 这个数 各种说法有争论 三百到四百万 大概就这个数 去掉一半 中国的税是人头税 去掉一半 国家就少了一半的税 这一半人到哪里去 都打死了吗 打死按小布什的话 生要见人 死要见死 你拿出来 找不出来的 人口都从国家的富级里面逃了 不在国家掌控之中 没有税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口增减的问题 而是国家税收的高低问题 按隋文帝的做法 大所冒约 对吧 派人去都收出来 收出来以后就收税 唐太宗就这么认了 四百万就四百万 就按四百万收生 一半的利就让出去了 咱们就以这个 国家首先取信以民 所以你要以德治国 德的根本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什么 信 成信 所以我们以前讲武德 人意理智信 没有信 其他都免谈 人与人没有信任 什么事都扁谈 首先要有信任感 有了信任感 后面很多事好谈 否则不要谈 信任感怎么建立 国家先建立 不是说国家要老百姓先建立 你先老实纳税 哪个老百姓都不会老实纳税的 老百姓来说多一块钱 就是多一条冰棒 这个多香甜的事情 干嘛要老实纳税呢 这是人性的特点 但是你国家要明白这一点 国家先在很多政策上取信以民 唐太宗就取信以民 我这个税就让给你了呀 所以唐太宗这个不是说我在分析他 他自己有说的 随潮灭亡就是因为都收上来的 现在我们就还给老百姓 国家如果有灾荒 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能对付过去 先对付过去 国家救援才来得及 你连那几天都对付不了 那肯定动乱了 随潮就是收到你 几天你都没有 这是一个典型的 唐朝户口到什么时候 到唐玄宗的时候 经过一百年才恢复到这个数 一百年 同样的起步 回忆一下 随文帝统一中国的时候 人口也是这个数 二十六年就达到这个数 唐朝用一百年才达到 所以这一百年其实都是在放水养鱼 我国家相信 这种人口数 你到国外去一生活 你就能明白 在中国你要报户口 可是难的事情 多少证明材料 还不够格 这证明还蛮可疑的 到国外去 像我在日本任教的时候 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 哪里好就搬哪里去住 住了以后就去报户口 像日本户口不归公安局管 归区政府管 哪一张纸 自己填 你填什么就是什么 填了就给你一个户口本 你爱怎么填怎么填 你要怎么骗他都可以 记住外国法律讲的 你所写的每一个字 责任自负 你可以骗国家 国家也相信你 但是出事 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不是你可以随便骗的 这就是诚信社会 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每个人首先不要去怀疑对方 我们不怀疑 但是将来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看 政治上的诚信怎么建立 我刚才一再说 李世民用人五花八门 万七八刀都有 因此有人就跟他说 你手下什么图谋不轨的 贪污腐败的 道德败坏的 品质恶劣的 什么都有 这些人应该把它清除出去 李世民说很对 你说得很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我不知道 哪个人贪污腐败 哪个人图谋不轨 哪个人收受红包 这个事情很难查的 问谁谁都说没有的 所以人家就教他 这简单 派一批人 行贿的 送礼的 谋反的 派出去 和大臣们都去谈这些事情 钓鱼 对吧 怎么去钓一钓 谁上当了 红包收进去了 谁一起去说 对 我们要怎么造反的 不都全抓出来了吗 暴露 引蛇出洞 要不蛇引出来 李世民当时就跟他说 高招 高 但是我不能这么干 我干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些人抓出来的 剩下的人怎么想 原来皇上是最没诚信的人 是原来你在耍手段 以后我还敢信皇上吗 你还敢信这个人吗 不敢信的 所以我失去的是所有的人 我失去的所有人 我不如把这一小撮留在我身边 贪污就贪污呗 对吧 我有别的制度约束他 而且他可能自己看着我为人 一身正气 你也会感化的 你也会变的 人是会变的 我宁可养一些蛀虫 都不要失去全部 到民心 官心都失去 你什么都没有了 不能破坏这个信 这就是李世民成功的地方 非常成功 代价 睡出去了 这些官员埋藏在他身边 在他这里当官 他都忍 我们在制度上健全他 所以做了一个很好的唐律 如果说古代法律 中国达到最好的法律 一个里程碑 那无疑就是唐律 我们可以用制度去规范他 制度去约束他 用制度来保证和建设一个稳固的 不可动摇的社会 不能用人制 人制换个人就不同了 一个人一个政策 制度是要确保的 而且要确保权力不能超越制度 超越了制度也不保 不可动摇设备